新劇《發正先鋒4》就熱播中 之前三輯都是由歐陽振華 來耀祥等前輩坐鎮 這次由王浩然擔任男主角 不知道會否有壓力 怕被觀眾拿來做比較 壓力有一點 但我對我們台前幕後的團隊很有信心 在小青姐的帶領之下 無論拍攝 無論劇本 無論演員 其實我們都配合得很好 我們的視野也很高 其實自己看我們拍攝出來的成果 或者小青姐給我們的feedback 其實都很滿意 也知道第一集播了 觀眾的feedback都很正面 所以其實在拍攝的時候 是有一點點壓力 但也希望將壓力變成動力 希望觀眾會支持我們 提到闊別電影圈十幾年的浩然 日程就簽約古天樂旗下的電影公司 繼續追夢 原來浩然之所以有這個決定 是因為兩個兒子 跟家人相處多了 就發現原來兩個兒子很喜歡冒險 例如行山 他們會選擇一些沒有路走的地方去行 他們經常都會去探險 令我自己有很多啟發 就是其實我都應該冒險 我都好像停留在一個位置太久了 令我鼓起用力跳出來 跳出來去試多些不同的影響 跳出來去試多些不同的影響 跳出來去試多些不同的影響